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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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差不多是第一台山页的室外大长角的机关扫描 这个时候还是静止的 就是说你必须放在一个三角架上面 做一次的扫描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会得到这种深度的图 相比传统的这种图像来说 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算是非常的了不得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计算 通过这个设备呢 你就可以测量得到一个非常密集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深度图 那有了这个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很多的一些场景 你像甚至是一个大的山头 像Mango Rushmore 我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小的设备 站在山脚下 就能够通过机关扫描呢 把它捕获 捕获以后呢 就是一旦获得三维的数据以后 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可以进行三维的漫游 我们可以走到空中 再去看这个Mango Rushmore 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场景的话 我们需要在很多的地方 把这样的一个三维的景象呢 捕获下来 然后呢把它们注册在一个空间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原始获得的这个数据啊 它其实呢是非常不完整的 那么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 一个计算机的一个任务呢 就是要怎么样把它完整的重建 就是把它的三维几何 通过原来不太完整的数据 我们来三维的重建 这个呢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首先对于一个一个的物体 比如说一个建筑 我们进行一个三维的重建 那么对于自然生长的 这样的一个物体 比如说一棵树 我们仍然呢 可以通过一个完全自动的 一个办法 自动的算法 能够把它的三维的 很多的细节 能够能重建 像这样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可以把现实场景里面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电影的 一个场景也好 或者什么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现数字化 能够快速地数字化 快速地数字化以后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编辑 你可以重新再去组合 能够呢应用于我们的电影的 这个制作 或者各种影像制作呢 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之后啊 在那个时候 2006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这个变得了更加的ambitious 就是说我们把这样一个设备 把它拿到一个 真的是一个大的城市的场景里面去 我们去不停地去捕获这种三维 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构进一个比较完整的 这种三维的一个场景的表达 是不是可以 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 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那这样的一个尝试 我们做了一个夏天的时间 把这个设备呢 放在这个车上面 那个时候如果大家呢 记得的话 应该是Google Earth 差不多的时间了 推出来 那我们放在这个车上的时候 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需要人来移动 这样的一个机关扫描的设备 但是呢 你每次扫描的时候 必须停下来 这样就影响了效率 实际上呢 一个夏天的时间 我们扫了不过 一到两平方公里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 而且呢 实际上也还没有完全 把这些数据都注册 在一个空间里面 或者说把它重建 这样的一个实验 尽管呢 是最后给我们的 一个结论是说 还不太够scale 就是说能够真的是 get real 但是呢 就是说也引起了一些 这个媒体的这个关注 其实就在往前 快近两年的时间 20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我回到国内 到了深圳 那个时候呢 第一台商业的 放在车载 车载移动机关 扫描系统呢 出现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备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移动的这个 机关扫描设备啊 车呢可以正常的 速度行驶的一个状态之下 可以进行机关扫描 我翻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现在这个扫描的这个速度呢 就是完全就是 以车行驶的这个速度 这是2008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获得三维原始的数据 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 这个可以说是 在我们之前 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的一种 三维获取的一个速度 但是呢 仍然 或者说这样的话 进一步呢 给我们带来了 更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 这么快速地获取 这样原始的 原始的三维的数据 那么我们要把它 再重建的话 这个势必呢 有更大的挑战 你比如说 我现在那就不只是 一个建筑 一个物体 而是说一个城市 一个大的区域 一片的区域 或者说整个城市 这样密集的 这样的一个三维的 原始的影像数据 我们怎么样把它快速的 的三维呢 进行一个重建 这就变成了 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课题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方面呢 做了这个 比较深入的研究 刚刚这样的一个小区的话 大概是四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能够把它呢 非常精细的 三维的模型 进行构建 那如果再回到这个城市的 街道的场景的话 如果是在街上行走 那有好多的这个树和植物 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自然生长的物体 那这些物体 它还有不同的树种 对吧 有很多它个性化的一些特征 所有的这一切 怎么样能够 以一种自动化的一种方式 来把这个三维模型呢 构建 那这个是个很有挑战的课题 那这个方面呢 我们能够做到 自动的 从这个三维的影像里面 自动的识别 它是什么样的树种 然后把它的三维呢 进行一个完整的重建 重建到刚刚大家看到的 那样的一个细节 这个方面的话呢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这个CCPV呢 对我们进行过一个 半个小时的一个报道 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细节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 但是随着这个节目的播出啊 我们收到了无数的这个电话 或者这个问询 就是说 需要快速获取三维的这些应用呢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呢 我们也不停地收 就是得到一些这个需求 就是说 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它不仅是 广泛地需要这个三维 而且呢 需要这个三维的获取 非常非常的迅速 可以说 一个城市 任何地方发生一个 小小的变化 它都希望你能够把它 三维呢 能够构建 如果针对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话 那当然从我们电影的拍摄 有很多时候也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许我们很快 需要对一个场景 进行一个三维的 一个数字化 唯一的一个可能性是 我们当时在想 那可能就需要靠机器人 来做这个事情 或者说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过程 要完全地自动化 那么我们就开始研究 采用机器人 来快速地获取 这样的一个三维的影像 然后呢 在机器人身上呢 它就带有计算机 它就能够自动地去计算 那么我们就开始 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从室内 首先呢 从比较小的物体开始 那么这个机器人的话 它的一只手 给它一个物体 就是说我们想获得 这个物体的全方位的 这个三维的 这个影像 三维的模型 那么另外一个手呢 就拿着一个扫描仪 它自己就决定 怎么样去扫描这个物体啊 来获得它全方位的信息 然后同时 它又在计算 怎么样快速地 把它的三维去重建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完全自动的 一个方式的来进行 自动地处理的流程 这个实验呢 是比较告诉我们的 这是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模式的话 实际上是改变了 前面所有的数据的 处理的模式 就是说 现在在获取的时候 同时我们就在计算 我计算的同时呢 我们来决定 接下来怎么样去扫描 它是完全是一个 封闭的一个环物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同样的一个思想 我们进一步去延续 去针对一个室内的场景 我们这样的话 经济人他还需要 在这个场景里面移动 他在这个场景里面移动 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他需要 实时地决定 他往什么地方走 扫描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呢 直到把这个屋子里面的 这个全部的三维的 这样的模型呢 获取 这个呢 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 非常就是 给了我们很多的信心的 就是说怎么样 确实能够 有可能通过这个 积极人 那么我们如果再想象一下的话 积极人并不是说 只是落在地上 是积极人 飞在空中的东西 它也是积极人 那随着这个无人机的 这个快速的这个退出 那么采用这个无人机 来直接获取这个影像 它自己来导航 同时通过云计算的方式 来做这个三维的重建 那是不是也可以 形成这样的一个 自动采集 自动三维建模的壁黄呢 这个呢 实际上是可以尝试的一个事 那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是 原来我们做机关扫描 但是呢 有这样一个灵活的手段 这样一个无人机的这个手段 一般来说 它带不了这个机关扫描器的 因为它会比较贵 它只能通过影像 带出传统的影像 那怎么样通过影像 来快速构建三维呢 这个在传统的计算机视觉里面 做过很多工作 但是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快速的 重建一个大的场景 这个还是很有挑战的 这个工作呢 在2009年的时候开始做 右下角这个图呢 大家可能认识 有些人认识这位 这就是我们大江公司的CEO 湾涛 那这是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和湾涛和DJI 这个大江公司合作的时候 这是在他非常早期的时候 的一个模型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呢 尝试怎么样通过他的 这种寒拍 得到影像呢 进行三维的重建 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就是0900我买这个设备的时候 是45万 那一年的 它的销售是300万 所以全年的销售 300万 所以我们是他的这个 应该也算是第一大客户 现在不可能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影像 快速的影像的获取的 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之下 我们可以现在再来看看 同时他也带来了一个快速的获取三维的 就如果你能够对这个影像进行个快速的处理 快速的重建的话 这样实际上也给我们带了一个快速三维 重建的三维建模 三维的长久获取的这样的一种新的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视频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视频浏览 它实际上是一个三维的漫游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场景 获取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后 那我们还是回到影像吧 尽管很多其他的行业 可能都能够受益于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话 我们再看看这个影像界 对于我们这个影像的制作 这是最近的 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最近的呢 这个我们这个徐浩峰导演 这个导演的这个新片 这个叫《刀背长城》啊 一个舞台舞虾片 是在长城拍的 那么在这个长城的拍摄 它需要的话 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快地把这个拍摄的场景 三维数的话的话 这样呢对于他的这个导演的规划 后期的制作 各个方面呢都能够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便利 这样呢有一个非常短的一个片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相当于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相机 现在这个虚拟的相机 好像在看着这个长城的这个实际的拍摄的这个场景 那么你拍摄的时候 你这个虚拟的相机能够决定 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这个场景的这个角度啊 各个方面 然后实时的就是你能够得到这个相应的呢 就是拍摄的这个画面 同时呢如果说你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表演的这个叠加呀等等呢 它可以实时的呢叠加到上面去 那么说到未来影像嘛 那我们再说一些稍微可能是未来能够应用得上的东西啊 就是说其实这种三维的捕获不只是针对静止的影像 针对动态的影像 动态的这种这种事件 这样的一种物体也仍然可以呢 能够快速的获取它的这个三维 这个呢我们展示的是一个 一个在不停的生长中的一个植物 我们快速的获得它的三维 不仅是快速获得它的影像的同时 也是快速的去重建 快速的去做一些这个分析哈 它的整个生长的这个全周期 我们能够获得它的这个三维的影像 那么至于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大家呢 这个创作的哈 这个未来影像创作的可以有很多的一些创意 那这个例子呢就是说对于一朵花 在它盛开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中 我们把它的三维影像的获得 就注意一下不只是一个三维的视频 而是它的三维的模型 三维的这个数字化的一个表达 我们能够快速的得到 再举一个例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可以获得 不只是三维的形状 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物体的 这个物理的这个属性 你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么一朵荷花 对吧 我们刚刚通过扫描 得到了它的三维影像 我们后来还对它的这个物理的这些 这些参数进行一个获得 然后获得这一些以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机上模拟 我们刚刚看到了 我们可以有水珠落下来 我们可以给它吹点风 它对这样的一些这个外力的这样的一些反应 你都是可以通过计算机内模拟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给未来的这个创作提供了很多的一些空间 那么自然说到了影像 人物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东西 那自然呢 这个在所谓的这个mocap 对吧 这个动作补货 这个方面呢 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那这方面的话呢 我们也最近呢 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尝试 就是说获得一些这个人的这个动作以后 我们不只是简单的 拿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来控制一个其他的一个东西 Avatar 而是说我们给它再赋予新的生命 赋予更丰富的一个内涵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同一段舞蹈 我采集下来以后 我是不是让这个演员显得更加高兴一些 或者说让他显得更加这个沮丧一些等等 给他加入一些情感的东西 这些都是后期 我们可以进行编辑进行合成的 那比如说这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我同样的一个表演 补货以后 我们可以赋予它是高兴 对吧 和这个苦闷或者是害怕 或是如何 各种各样的一些情感的特征 那这个就是说 一些东西在数字化以后 我们能够能够呢 有的一个自由 那实际上整个这条道路 从镜子到动态 从这个形状到物理 这个不停的是往未来的方向走 我最后在秀那么几个片子 是回到一点过去 就是我们十多年前做的一点事 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数字的捕获 最后还是为了我们的艺术创作 那么在十多年前 差不多十年前吧 我们尝试过就是说 对于捕获的这种景象 我们进行一个艺术化的一个表现 这个呢是 而且是因为它数字化以后 三维的数字化以后 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信息 让我们更加好的处理这个影像 来有更多的自由度 来得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风格的 这样的一些艺术的这个绘制 那这里是一些可能的一些艺术的表现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同样的一个场景 我可以给它一个素描的 而且是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稍微有点风格改变 或者内容不同的这个丰富度 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素描的一个效果 对吧 这是另外一个素描的效果 我们可以有比较卡通式的一个效果 我们也可以有这个相当于水彩画 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所有的这些东西因为是计算机的算法 自动的生成的话 你一旦 一旦这个算法写好 你是可以对所有的 这个这个 你就可以做动漫 你可以做漫游 然后呢 所有的这些呢 都是自动化的处理 整个这个漫游的话 都会以这样的一个风格呢 来呈现 这已经放过了 最后给几幅画 这个画呢 是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展示过 作为一个数字艺术 尽管是过去了十多年 我现在在看的这些画呢 也勾集一些回忆 也是希望能够和 至少和我们这个艺术创作 能够有一些这个关联 这是我们做的一些 一些效果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计算机呢 自动生成的 同时呢 因为是三维 那么其实不同的物体 你可以赋予它不同的风格 你是有很多的自由度 在这个里面呢 来表现的 最后呢 我就借这个机会感谢 也就是说 其实这十多年来 有我也经历了三个 三个地方 然后呢 每个地方呢 都有我们相应的 这个团队的成员呢 其实是都是 大家呢 一起努力的这个结果 最后 感谢了各位